這個變數就從第二列 全部一直往下跑 跑完之後 我們就所有的資料都進去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做個實驗 第一個是把裡面的資料通通清空 現在已經沒有 跟變魔術一樣 現在沒有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因為我沒有把握一次是不是能夠成功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在這邊設中斷點 然後確定 SS資料庫裡面是空的 然後再來就執行一下 按下 房貸 新增所有資料按下去 停在這裡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現在I的話是2 然後range到18 所以呢他一定會call 所以會呼叫到這裡 傳遞過來 他幫我怎麼樣 新增一筆資料 Close nothing OK那再來 再新增第二筆資料 好 第三筆 所以後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只要把中斷點移掉 然後讓他 全部跑 跑完之後有沒有 新增資料成功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SS資料庫有沒有變化 如果有變化表示說 所有資料 一次全部都可以過去了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 你想說 老師 剛剛就有同學 就這樣 常常有同學問 同樣的問題 如果說呢 他新增進去 但是現在畫面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要先把它關掉 他不會更新 他不會自動更新 所以你怎麼樣 關掉再重開 資料就過來 而且應該是10 18 減1嘛 所以是17 那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17筆 這邊大家把它刪掉 你可以看 17 有沒有看到 17之1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油標移動到最下面 就是17筆 這邊可以自由的去跑 最後一個是空白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一下子怎麼樣 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搬到 Excel 放資料到 SS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只要跑一個回圈 所有的結果都出來 所以程式嘛 你看 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N次了 這個也是了 所以 4NAS 其實你看4NAS 就很夠用了 你也不用說 要跑 學很多很多東西 基本上 很多書裡面寫很多啦 但是說真的你 未必真的用得到 而且回圈的方式很多種 對各位來說也是 很麻煩 因為4回圈 還有什麼 度回圈 還有壞回圈 可是後面兩種回圈 基本上你 暫時不會 沒關係 因為這個回圈已經夠你用了 OK 所以 這裡我想各位先把這部分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等於是說我們 在我們的這個 這邊做一個新增所有資料的一個button 然後點擊之後的話呢 我們是跑一個回圈 這個範圍 我想這部分應該沒問題 然後呢 這個地方改 那其實我這個地方的程式 是從這邊的程式 衍生過來的 OK 好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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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